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国内的这些很多都是借鉴国外的引过来的 有跟他心思的地方 也有跟他不同的地方 对国外的这些绿色建设评价题下 我不让大家背 他如果考的话最多考你一些判断型的考题 也就是说案例里边他会叙述出来 让你判断对错 所以对于国外的这些评价题下 大家有所认知 能够判断对错就行了 他一般不会从这种问答题或者是 案例分析题 论述题来考我们国外的 但是国内的我们就要重视 要达到该记的就要记住的程度 是这么一个要求 这样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有所侧重了 就知道怎么学了 国外的话 我们主要讲了英国的 美国的 日本的 这个三个发达国家 他们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首先介绍的是英国的 英国的他叫Bream评价体系 Bream评价体系 它的英文含义 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它是英国建筑研究机构 在1990年制定的 世界上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比如 把美国的LIDAR 日本的Casby 还有英国的Bream 把这三个给你写出来 问谁是第一个 那你应该能够指出英国的Bream 英国的Bream评价体系 是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第一个 这是一个点 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 后来制定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人家 Bream评价体系 或者是受他影响 参照他 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美国的LIDAR 还有加拿大的BPAC 这些评价体系 那后边就形容介绍了 Bream评价体系 Bream评价体系 它的目标 我们看它的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减少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 这是它的一个评价体的 制定的一个目标 你绿色建筑嘛 你肯定是要减少建筑物 对环境的影响 对生态的影响 通过设置 得分等级 就是我们 你像国内 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些得分等级 一线二线三线 还有一个基本级 设置得分等级 对设计建造维护 它其实就是一个全寿命的 设计建造维护阶段的 最优者进行认证和警力 我们前面学国内的绿色建筑评价的时候 你像北京和上海 有些地区 你二厢我给你一平米 你减多少钱 三厢减多少钱 我们国内也是这样 其实就是国内跟人家国外 参照人家的学习的 进行认证和警力 为了抑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 BREAM采用了一个相当透明 开放 相对简单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架构 所有的评价条款 分别归类不同的环境表现 这样的话 根据实践情况 变化对BREAM进行修改时 可以较容易的增减评估条款 就是他把这些评估 有一个架构 评估架构分成不同的条款 不同的类 那你根据你具体的这个项目 可以进行适当的增减 比较容易 这个大家就理解就行 被评估的建筑 若能满足或达到 某一评估标准的要求 就会获得相当的分数 所得分数累加得到最后的分数 就是各个条款 你各个指标 你的分值最后要累加 然后BREAM根据获得的最后分数 就是累加的这个分数 给予通过 PASS 固得领好 还有优秀 WARGOOD 优异 EXCELLENT 还有杰出 OFFSIDE 这几个五个等级 你要记录这五个等级 BREAM 我们最后根据总得分 根据总得分 有这个通过 还有良好 优秀 优异 还有杰出 这五个等级 当然这个肯定是得分由低到高吧 通过 然后是良好 再高 优秀 再高 优异 再好 就是杰出 五个等级 这个五个等级 记住 那么这一段里边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 BREAM是最早的 是英国的 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价值边体系 第二个是他的目标 他的BREAM评价体系设计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减少建筑对环境的影响 然后他算总分 总分 根据总分来确定五个级别 五个级别分别是通过良好 优秀 还有优异 以及集出五个等级 第二BREAM评价体系的构成 这个构成我们也是熟悉一下 它的构成包括 一个第一方面是管理 你评价体系 总体的政策和规程 它属于管理 这一个体系 再就是健康和舒适 健康舒适 它包括室内和室外的环境 第三个是能源 你的能源 比如你的用能 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个是运输 有关城地的规划 还有运输时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五个是水 水的消耗和渗漏的问题 第六个是我们的原材料 原材料选择 以及对环境的作用 第七个是土地利用 绿地和鹤地 这个鹤地就是 你绿地当然就是我们绿色的 生态的鹤地就是含有带开发的 或者有一些污染的 鹤地的使用 第八是地区生态 我们逞地的生态价值 第九污染 除二氧化碳以外的空气和水污染 因为你二氧化碳 已经在前面能源里边考虑它了 这是我们它的评价体的构成 构成有这个九个方面 每一条目下再分若干个子条目 就是你这个九个条目相对 还算第一级的 然后第一级的底下再分若干个子条目 对应不同的得分点 分别从建筑性能 设计跟建造 管理运行 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满足要求的即可获得性的分数 这是Bremu他评价体的构成 这个构成里边我们要知道 比如先来跟你说 评价体积的构成里边有管理健康舒适 能源运输水土壤原材料 以及我们的污染绿地贺地 那问你这属于哪个评价指标 体积的构成 你要知道它属于Bremu 英国的Bremu绿色品建筑的评价体积构成里边的 会判断这个达到这个程度 一般他不会问你比如他他一般不会问你Bremu评价体的构成 让你把这九个背出来 我想这样考的话那难度比较大 那考跟不考 这个考跟不考这个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你知道他怎么考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学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精力用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是美国的美国的利的这个评价体系 像我们国家现在律师建筑评价的这个标准 很多都是借鉴美国的 利的评价体系的内容 它是什么呢 仅仅一开始它是仅仅面向建筑和楼屿改造工程 随着这个体系的完善 逐步发展为包括六种彼此关联 但又不同侧重的评价标准 那我们要掌握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六个不同评价体系和评价对象 你要知道它跟谁对样 比如说我们一说立的NC NCN就是new嘛 C就是construction 它当然就是立的NC 就是美国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它是面向谁的 针对的是新建 NC New Construction 新建建筑的评价 然后立的EB E是一个setting Building 一个setting就是已经存在 或者正在存在的 就是既有建筑 这个EB EB是既有建筑 运营管理的评价 它是既有建筑运营管理 因为既有建筑已经建造好了 都设计建造好了 既有已经有的 它就是对它的运营管理的评价 这是既有建筑运营管理 第三个 Lead CI CI是Commercial Interial 它是生业的 这个是生业的内部 是吧 Interial 内部的 生业内部中修的评价 Lead CI 你要知道它属于 生业内部的中修 它的评估 第四个 Lead CI CIS 它是Core 核心 Share Share就是 这应该是雇主 这是租户 对面向雇主跟租户 协同发展的一个评估 Lead CI 第五个 Lead H H应该就是home 它面向home就是住宅 面向住宅的评估 然后这个Lead ND ND是Neighborhood 这是邻居 就周围就变成社区了 Development 发展 是吧 这个Lead ND 它应该是面向社区规划 还有发展的评估 那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你比如把这几个 六个体系 英文的这个美国的Lead 六个体系 对应的是侧重点 你要能够对应上 会连线 就是这边的英文单词 你跟这边的面向的对象 能够连线 达到这个程度 这是我要求大家做到的 这是美国的Lead评价体系 第二 Lead评价体系的特点 Lead是一个基于共识 且由市场推动的民间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该评价体系所建议的 节能环保原则 及相关措施 都是给予 市场上成熟的技术应用 同时也尽量 在依靠传统实践 和提升新型概念之间 取得了 良好的平衡 那么Lead评价体系 从五个方面来考察 绿色建筑 一个是城址选择 水资源利用率 能源利用效率 以及大气环境保护 第四个是材料及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五个室内环境的质量 你把这个Lead 它从五个方面来考察绿色建筑 跟我们刚才 这个英国的 英国的Bremu Bremu它的评价体系的构成 它的评价体系构成是 九个方面 美国的这个是五个方面 这个做一个对比 对比的话 我们就 情然就能够区分出来了 这少的这个 从这五个方面来考察的 这个应该属于Lead评价体系 然后系统空间 包括九个方面的 应该是英国的Bremu评价体系 这样的话 我们达到这个程度 此外 Lead还特别增加了 一些警力分 我们国家就跟他有很多 重新跟提高 增加了一些警力分 成为设计流程重新 目的是鼓励重新 同时也用于弥补胜熟 这五个方面出现的一些疏漏 他没有考虑到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 警力 警力分里边给他设置 这是Lead评价体系的一些特点 他的评估点 评估点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评估前提 第二个是得分点 第三是出现分 评估前提 我们国家在绿色建设评价的时候 他有一个基本级 基本级一定满足控制性的要求 你才能达到基本级 你要达不到基本级 就不会有星级的评价 美国 我们借鉴人家美国 人家美国其实也是这样 评估前提 他就是说你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就是项目必须满足必要条件 他设置的一些必要条件 否则无法通过认证 你达不到这个条件的 你就不会通过认证 这是评估前提 就是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第二个设置的得分点 就是得分点设置 就是在这五个方面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方面 当然这五个方面 我们还是要熟悉熟悉的 这五个方面 所描述的各种建筑采取的技术措施 每一个例的认证级别 都会有限量的得分的总值要求 这是得分点 就五个评价方面的得分点 第三 冲心分 这些分数主要用于警力零种情况 一是候选项目采取的技术措施 所达到的效果显著超过某些评估要点的要求 比评估要点里边的比它显著超过 具有示范效果 另一个是项目采取的技术措施 在利的评价体系中没有提及 就是你那五个 五个评价体系里边没有包括 以及环境环保节能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就是你这五个里边没有包括 但是人家在环保节能领域有显著成效的 这个我就在冲心分里边给它去加了 就弥补前边五个封面的不足 或者是没有考虑到的 这是他立的评估的得分分为三种情况 他的评估点分为三种情况 评估前提你必须得满足我们的必要条件 这是评估前提 第二得分点就是五个评价方面的得分点 第三个就是冲心分 冲心分就是比你五个评分点显著超过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没有考虑到 但是我在节能领域 节能领域有显著成果的 或者显著成效的 这是我们这个评估点三个方面 第四评估认证等级 评估认证等级申请项目在满足所评估前提条件后 评估结果按照评估要点含有冲心分 评估要点含有冲心分 它满足情况分为四个认证等级 第一认证等级满足至少40%的评估要点 这是认证级 这个叫认证级 那这个级别应该算比较低的 四个等级里边最低的 它是认证级 它满足的是40%的评估要点 第二个是银级满足50%的评估要点 第三个是金级满足至少60%的要点 第四个是白金 当然更高了满足80%的评估要点 那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个 起码你要会连线 那从这个评估要点来看 它应该是456 456 456是连续的 然后一下就升到8了 40 50 60 80 没有70 对吧 那满足评估要点 40%的 40%的是认证级 至少40% 然后50%的应该是银级 至少 至少60%的应该是金级 至少80%的是白金级 这是它的认证等级 然后认证等级是四个等级 一会儿我们把美国的 跟我们国内的绿色建筑评价 要做一个对比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讲到这儿 大家要注意 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的评价体系 相对来说 我们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一会儿把国内的讲完 你应该把美国的这个评价体系 它的特点 评价点跟我们国内的绿色建筑评价 要做一个对比 这是我们在这儿强调的 第三个是日本的Casby 这个就了解 日本的Casby 它是由日本的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 在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的支持下 由企业政府企业政务学术界联合组成的 日本可持续建筑协会合作研究的一个成果 把这个概念有所了解 日本的就完了 好 这是我们国外的 国外的我们请调的一个是 第一个是英国的 英国的Bream 第一个 然后我们国家参照或者学习的对象 应该是美国的 Lead 所以要把美国的做一个重点 至于日本的我们就有所了解 就完了 这是国外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主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二是我们国内绿色建筑评价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 我们应该认真的学 认真的有一些该记的要记 我们国家在19年 颁布了一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这个离心的还比较近 这个标准一般五年才修订 那么目前 我们在绿色建筑评价这些考核点里边 这是一个国家标准 那当然可考性还是比较大的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那我们要认真重点的去对待 那么这个评价标准 经绿色建筑包括哪五个方面进行评价呢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经绿色建筑评价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其实就是五个指标 你要牢牢背下来啊 叫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五个方面 把它要背下来 这个 因为我们考高精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还不太好背 是吧 所以我想 这样是不是就好记了 资源环境生安坑 资源环境生安坑 就是这五个评价指标 资源就是我们资源节约 环境呢 环境宜居 资源环境 生安坑 生 就是我们绿色建筑 你得生活啊 生活便利 是吧 资源环境生安坑 安就是我们的 你这个绿色建筑 你得安全啊 你不能住进去 这个稍微有点地动山摇 防止就塌了 安 安就是我们的安全耐久 坑 健坑 健坑 你不能只顾健坑 还得舒适啊 你温度湿度 公罩声音等等 是吧 坑就是健坑舒适 所以我们记住这个顺口流 是吧 叫资源环境生安坑 资源环境生安坑 你在 这样你就能记住这五个评价内容 或者叫五个指标 资源就是我们资源节约 环境就是我们的环境移居 资源环境 生活便利 安全耐久 坑就是健坑舒适啊 资源环境生安坑 资源环境生安坑 把它牢牢的背下来 这是我们绿碎建设评价标准的五类评价指标 或者叫五个评价内容 五类评价指标吧 比如进来问你 你说一下 五类评价指标 你要能够把它写出来 然后每一类评价指标 均包括控制性和平分性 控制性和平分性 所谓控制性 就是你必须要达到的标准 你必要达到 你没有达到控制性的要求 那不会给你有平分性的 这是控制性 是必须要满足的 因为它是情质性标准规定的 然后就是平分性 在控制性的基础上 我再给你进行平分 然后在此基础上 还统一设置了加分性 所谓加分性 就跟美国的那个leader一样 是吧 我们这个加分性 一般就是在重新提高里边 给你有加分性 这是评价内容 五个方面记录 然后五个指标又分为 包括控制性和得分性 控制性和得分性 在此基础上 还设置了加分性 控制性是绿色建筑的必备条件 涉及新闻标准中的 情质性条文规定 也就是说控制性 是你每五个方面必须要达到的 五个指标必须要达到的要求 控制性是必备条件 控制性的评定结果 是达标或不达标 这是它的结果 就是你控制性 达标还是不达标 就现在它不是用分值来确定的 你每一项都得符合控制性的要求 只要是控制性的内容 你都必须符合要求 所以它不符合 有一个不符合 你就是不达标 都符合就是达标 达标跟不达标 评分性和加分性 作为划分绿色建筑 等级的一个可选条件 就是说你 打所有控制性 你都满足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利用评分性和加分性 算出你的得分 按照得分 我再给你划定 一项二项三项 给你确定绿色建筑的等级 也就是说 评分性和加分性 它的作用 就是对绿色建筑的星级 进行认定 你在所有控制性的满足的基础上 才会进行星级的认定 你如果有一项控制性不满足 就不会有评分性和加分性 对你的计算了 你都不满足这个 你就肯定不会作为 星级建筑 绿色建筑的星级建筑 这段话我们也要全面理解 要掌握 评分性和加分性的评定结果 是具体的分值 评分性和加分性是多少分 那么我们这个控制性是 你是达标还是不达标 这是它的计算 涉及到计算的时候 控制性达标不达标 评分性是具体的分值 也要掌握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段 将来我们就形容介绍了 我们这五个指标 它的控制性的内容 这个控制性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当然我们现阶段 它刚开始考高级经济师 可能它没有这么难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我觉得 将来你还要掌握 每一个控制性里边的 就是五个评价指标 它控制性的要求 当然我觉得 这个控制性要求 由于它内容太多 它一般不会作为问答题 问我们 这种考核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它可以这样考 比如把这些内容给你写出来 五个评价指标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我们还有资源节约 环境移居等等吧 把这些控制性的内容给你写出来 问你属于五个评价指标的归类 那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考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让你背这些内容 但是你得熟悉这些内容 比如控制性底下包括这些内容 就是安全耐久的控制性 包括这些 我们还有健康舒适的控制性的内容 对吧 还有生活便利的控制性的内容 还有环境移居控制性的内容 等等吧 就是五个评价指标 我们控制性的内容 你要会归类 达到这个程度就行 这是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就要熟悉这些控制性的内容 第一 安全耐久 安全耐久 那肯定就是从安全角度和耐久角度 这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的叙述 我们看 第一 城地应避开滑坡泥石流等地质危害的地段 亦发生洪涝地区 应有可靠的缝洪涝设施 城地应无危险化学品 亦染亦曝危险源的威胁 没有电磁辐射 含冬土壤的危害 这个含冬就是一种化学元素 辐射 带有辐射性的化学元素 第二是建筑结构 你看它都可以归入到 安全和耐久这个角度 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 建筑外墙 屋面 门冲 木墙 以及保温等 维护结构应该满足安全耐久和 丰富的要求 第三 外遮阳太阳能设施 室外空调机位置 外墙花尺等 这些外部设施 应跟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 并应该具备安装检修维护条件 这些你也属于安全耐久 控制性内容 第四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建 设备及附属设施 应连接牢固 并能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 第五 建筑外门冲必须安装牢固 其亢封压性能和神秘性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 第六是 卫生间浴室地面应设置缝水层 前面顶棚应设置缝槽层 这个地方 你得特别注意一下 卫生间浴室的地面 这是缝水相关的 你得把它放到我们的安全耐久里边 这个容易放到健康舒适 或者是其他那四个评价指标里边 你这个要特别对待 它容易错 第七 走廊疏散通道 通行空间应满足 紧急疏散 应急救援 那这个我们要注意 它安全耐久 从安全的角度 你着火了 是吧 你这个紧急疏散 应急救援 要求 且应保持 这个称通 第八 应具有安全防务的警示 还有引导标识系统 安全耐久 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好 这些个方面 都属于我们安全耐久控制性的要求 第二个 这个要记住 安全耐久平凡性 它分为两个方面的指标 就是安全耐久 五个一级指标 其实就可以分为 就是绿色 我们绿色艳术评价标准 五个方面 五个指标 这五个指标底下还可以再细分 就是安全耐久 它再分 就分为安全和耐久 两个方面的指标 得分 然后这安全耐久 总分是100分 也就是说你这个安全耐久 这两个方面 下一级指标 它合一期的分应该是100分 是这意思 就是说我们安全耐久 这一个指标的满分是100分 然后你再分安全和耐久 这俩合计是100分 这个意思 我们要记住 这个安全耐久 这一项指标的满分是100分 它的平分性 好 第二个是健康舒适 健康舒适舒适控制性的内容 我们也要熟悉 你这是跟刚才安全耐久 一样的要求 把这个内容给你写出来 你要知道 它应该属于健康舒适 这个评价指标 而不要把它放到安全耐久里边 那我们看它包括什么 它的控制性包括室内空气中的 氨甲醛本总挥发性的有机物 冬等污染物的浓度 应符合国家室内空气指令标准 这个健康舒适 你想你天天闻的那个特别刺别 你像我们天津有一个区 北辰区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农药厂 农药厂一到晚上就开始排农药了 是吧 排气了 周围的这个居民都很刺别 那这个肯定不符合健康舒适 对吧 你在屋里边都回家睡觉了 不敢开冲户 再有就是室内建筑 还有建筑出入口应设置禁止吸烟 不应该在行物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第二是应采取措施 避免厨房 餐厅 打印复印室 卫生间 打印复印室有时候那个味道也挺重的 是吧 卫生间 地下车库等区域 这些空气和污染物 窜通到其他空间 所以你看我们地下车库 往往都有专门的排风通道的 应防止厨房 卫生间的排气倒灌 倒灌到我们的 比如卧室啊 或者是客厅 第三 集水排水系统设置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 建筑照明维护结构热功性能符合标准规定 第四个方面是应采取措施 保证室内热环境 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 你室内的温度 湿度 新风量等设计参数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 应具有保证室内热环境的措施 或者是预留条件 第五个 主要功能房间具有 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中置 第六是地下车库 设置跟排风设备联动的 燃化碳浓度监测中置 把这六个方面 都作为我们健康舒适 健康舒适这个 控制性 它的要求 然后健康舒适 它的平分性 平分性就是平分的时候 健康舒适 它又分为这几个四方面 我们安全耐久 是分成两个方面 是安全和耐久 两个方面 那个不需要记 你只要记住安全耐久 你就知道 它平分性在细分 是安全和耐久 两个方面 但是这个健康舒适 健康舒适 你这个评价指标 你分为 平分性分为四个方面 包括空气的品质 水质 生环境跟工环境 还有室内的 湿热环境 这个也需要记下来 就是健康舒适 你平分性分成四个方面 这个怎么记呢 你看我们 人的感官 空气品质 是不是你鼻子闻的 鼻子 跟鼻子有关 是吧 空气品质 水质 跟你的嘴巴 喝水 声音跟工环境 声音跟你的耳朵 还有眼睛 声音 生环境和工环境 然后室内的湿热环境 跟我们的皮肤 湿热环境 清关 其实就是跟我们人体的这些主要的感官 你要想 你怎么记住这个健康舒适呢 就是你的感官 比如说 先说你的鼻子 那就是这个空气品质 然后你的嘴巴 喝水 水质 那有人说吃 吃的话 绿色建筑不管你 你自己去买去 是吧 水的话 我们绿色建筑是要提供水的 对吧 水质 所以嘴巴对应的是水质 还有就是眼睛和耳朵 那就是眼睛 耳朵当然就是生环境 眼睛就是工环境 眼睛和耳朵 工环境和生环境 还有就是皮肤 皮肤对应的是室内的 室内的这个 这个热湿环境 室内的热湿环境 四个指标进行评分 它的总分也是100分 这个也要记住 跟我们的安全带脚一样 100分 你要把这个健康舒适 它评分性分为四个方面 对应了我们人体 这个鼻子 嘴巴 耳朵 眼睛 还有皮肤 就跟这四个方面 你要能对上了 对上的目的 还是让你记住 这四个方面 平分性四个方面 健康舒适 空气 还有水 水质 生活环境和工环境 以及我们的室内的热湿环境 这是健康舒适 我们要记得 这是要记得 然后这六个方面是要会判断的 达到这样的标准去学习 第三 生活便利 生活便利 它的控制性包括六个方面 那这也是你知道这六个方面属于生活便利 其实我们熟悉一遍 基本上能判断出来 跟你日常生活很方便 出行啊 购物啊 等等 一个是建筑物 城外 城地 公共绿地 城市轨道 行物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 步行系统 第二是 城地入口 出入口500米内 应设置有公共交通站点 或配备 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就是这个主要是从出行 这个是城地 城地人行出入口 不是你建筑 是城地 其实就是 比如我们小区500米范围内 我有公交站 有地铁站 你出行方便 你不能500米 5000米才有 那你出行不太方便 是吧 或者是你没有的话 你要有专用的接驳车 就是从你的城地出入口 到交通站点 有这个接驳车 第三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 应该合理设置电动汽车 无障碍汽车的停车位 第四个是 自行车停车场应设置合理方便 第五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要具有自动监管管理功能 第六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这是我们的生活便利 你这些个方面 你都应该归入到生活便利控制性的内容 那么它的评分性 我们也要记住 它的评分性 分为四个方面 出行跟无障碍 服务设施 智慧运行 以及物业管理 这四个方面 你也要记住 这四个方面 还有服务设施 以及智慧运行 还有物业管理 这四个方面 第四 资源节约 资源节约控制性 包括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资源节约 一个是应结合成的自然条件和建筑物功能要求 对建筑物的体型 平面布置 空间尺度 维护结构 进行节能设计 因为节能跟这些有关 其间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 第二 应采取措施 静低部分负荷 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 空调系统的能耗 符合标准 第三是应根据建筑空间的功能设置 分区温度 合理静低室内过度区空间的温度 设定标准 第四 主要功能封建的照明功率 密度值 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 应该采用分区 定时 感应等 其实都是为了节能 节能控制 采工区域的照明控制 应该独立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第五是 冷热源 输配系统和照明等 各部分能耗 要进行独立的分性计量 第六 垂直电梯应该采取 群控 变频调速 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 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等 节能控制措施 就是 有人了 扶梯就开始动 没人呢 他就停着 是吧 自动扶梯 变频感应 第七 应该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 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 符合标准规定 第八 不应该采用建筑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 第九 建筑造型要素应该简约 应无大量中日性的构建 不应该符合以下规定 住宅建筑中日性构建造价 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 不应该大于2% 就是你 这是针对住宅的中日性构建 不能超过总造价的2% 公共建筑的中日性构建造价 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 不应该大于1% 公共建筑更低 你这个中式部分的造价 第十 选用的建筑材料符合下来规定 500千米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 这个是重量不是体积 500千米内的重量 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 要大于60% 这个还是要记一记的 500千米以内的是重量不是体积 占建筑材料总重量 要大于60% 60%好记 你至少得及格 是吧 鲜胶混凝土应采用玉瓣混凝土 建筑杀精采用玉瓣杀精 这不是现场搅拌的 比如我们从勾垫厂 勾垫厂直接生产好 拌好运过来 这是这一项 然后看它的平分性 平分性分为 节地跟土地利用 节能跟能源利用 节水跟水资源利用 节材跟绿色建材 四个方面 它的平分性 具体来说就是地能水财 你记住这个 地能水财 地就是我们的节地 跟土地利用 能就是节能跟能源利用 水就是节水跟水资源利用 财就是节财跟绿色建材 这样记 这个四个方面 也就是地能水财 这个评价总分 这个是200分 就是这四个平分性 这四个平分性的总分是200分 前面我们讲的那三个 它都是100分 我们五个评价指标 只有这个资源节约 只有这个资源节约 它的平分性是200分 其他那几个 其他那几个都是100分 这个要特别记 资源节约 因为你绿色建筑 肯定是从资源 资源节约的角度 你的要求要多一些 所以它的分值是200分 好 把它跟前边那仨做一个对比 我们前边安全耐久 还有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它们控制性的 它们平分性得分都是100 而我们资源节约是200 然后环境依据 它平分性也是100 它的控制性内容包括这些 这些应该属于 环境依据控制性的内容 第一 建筑规划布局应该满足日照标准 且不得净低周边建筑物的日照标准 第二是 室外热环境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第三 配件的绿地应符合 所在成型规划的要求 应合理选择绿化方式 建筑这个植物种植应适应登地气候和土壤 且应无毒害 易维护 种植区域附土深度和排水能力 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并应该采用负层绿化方式 再有 城地的树像设计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排放 应有效组织雨水下渗 秩序还有再利用 对大雨10公顷的城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和专项的设计 第五 建筑内外均应该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第六 城地内不应该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第七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要合理 并跟周围形成 景观要协调 再看我们这一项环境移居 它的评分性的内容 评分性包括两个方面 环境移居 城地生态跟景观 这个叫城地生态跟景观 还有室外物理环境 室外物理环境 这两方面的指标进行评分 它的总分也是100分 那我们五个评价指标的总分是500分还是600分 五个评价指标的总分应该是600分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资源节约 资源节约它总分是200 其他那四个 其他那四个都是100 所以总分五个方面指标应该总分是600分 这个大家要注意 第六个方面是提高跟冲心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个加分性 这五个方面的加分性 我们可以从提高冲心 它去考虑 其实就是你比你五个评价指标方面高出来的 或者它没有包括的 我们可以在提高冲心里边给它补充去 作为加分性进行评价 提高冲心是加分性 它的满分也是100分 评价总分100分 那么提高冲心包括这些个封面 从这个封面进行展开的提高冲心 第一 采取措施进一步静地建筑供暖空调系统的能耗 就是从建筑供暖还有空调系统的能耗 进一步静地这个能耗 它就属于提高冲心 这里边的分值 供暖跟空调能耗 第二是采用适宜地区特色的建筑风貌设计 因地制以传承区域建筑文化 第三合理选用废弃城地进行建设 充分利用盛可使用的旧建筑 旧有建筑 第四城地绿容率不低于3.0 这个要记住绿容率不低于3.0 我们要把绿化绿跟绿容率要区分开 它这叫绿容率 这是绿容率不是我们的绿化绿 第五采用符合工业建筑要求的结构体系 跟建筑构建 那工业建筑它就有一个减少污染 标准化生产 节约能源等等吧 有很多我们现在绿色发展追求的这个目标 所以采用符合工业建筑要求的结构体系 还有建筑构建 这个也属于我们提高跟冲心里边的 还有提高冲心里边 第二还包括应采用建筑性一模型闭幕技术 第七进行建筑碳排缝计算分析 采取措施静低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缝的程度 第七 第八是按照绿色施工要求进行施工管理 第九 第九 采用建筑工程指令潜在缺陷和保险产品 第十 采取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证安全健康 智慧友好运行 传承历史文化等其他重心 有明显效益 这个提高冲心包括这十个方面 从这十个方面展开 这个我们也要熟悉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提高冲心里面包括的那种 大家看 提高冲心它就没有控制项了 提高冲心它就得分 评分是100分 没有控制项 然后得分是满分是100分 然后你从这十个方面给它去评分去 这是我们的提高冲心 再看 第二 绿色建筑评价的风法 绿色评价风法主要介绍了绿色建筑 它评价的一个对象 还有等级的划分 以及如何后边我们还有一个标识管理 首先绿色建筑评价对象 这个进来可以作为问答题问你 我们绿色建筑评价是以分项分布 还是以单栋建筑 还是以建筑群为对象 绿色建筑应该是以单栋建筑 移动建筑物 或者是他们组成的一个群 建筑群为评价对象 这个要记住 就是律色建筑评价不是以分布或分项 它是以单栋建筑物 或者是他们构成的一个建筑群为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应落实并深化 审慰法规划 以及相关专项规划提出的发展要求 涉及系统性的整体性指标 应给予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就是你记住这个属于系统性 整体性的这个评价指标 你应该给予建筑所属性的整体 对应的是整体进行评价 好 评价对象是单栋或建筑群 第二绿色建筑评价计算 那这个就必须要记住这个绿色建筑评价计算 评分的这个公式 对于评价对象各性能指标 跟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着性对比 就是你评价对象 你这个单栋建筑或建筑群 你建筑群里边的这五性 五性指标 还有我们的提高重心 其实五性评价指标再加上提高重心 跟我们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里边的每一个项目设置进行对比 然后对比完之后算出这些项目的分值 算出各个项目的分值之后 再套入这个公式算出它的总得分 就是总分 那我们这个公式要记住 你总分就应该等于12345 这是我们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里边的五性指标 五性指标 然后再加上Q6 Q6这个就是我们提高跟重心 就是加分性的得分 然后Q0是我们的控制性 控制性的得分 好 这个公式加一起除以10 算出来就是我们的绿色建筑的总得分 那么Q0这是控制性的基础分 控制性基础分 我们你要进行绿色建筑评价 你手要达到星级 你首先要满足控制性的要求 所以他这个控制性的得分是这样 你满足控制性要求的 这个就按400分 就是Q0就给你按400算 你满足的就按400 你要不满足 不满足就不用算了 不满足你不会进行行细评价 所以这个第一个满足 所有控制性要求时得400分 就是Q0就按400了 然后Q1到Q5就是我们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五个指标 就是我们的资源环境生安坑 资源环境生安坑 安全耐久坑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环境移居 环境移居 这五个平均性的五个评价指标 就是Q1到Q5 然后这里边谁是200分呢 大家想一下哪个是200分 资源节约是200分 满分 其他都是100分 然后这个Q6 它是提高跟冲心 这个提高跟冲心加分项 它也是100分 对吧 那我们这个里边最高 这些加一起最高应该是 这个是600 这是600 600 然后这个是400 就1000了 再加提高冲心100 所以它最高应该是1100 是吧 这个要会算 最高是1100 这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评价公式 得分公式 这个公式你必须要记住 还有这底下的解释 这个是牢牢要记住的 将来可以考你计算 必须要记住 第三绿色建筑等级划分 绿色建筑等级 我们把这个等级跟美国的做一个对比 是吧 根据控制指标 是否达标 就是各个控制性 你都要达标 还有这个总分情况 确定我们评价对象 是否是绿色建筑 以及绿色建筑等级 如果你都达标了 那才能称得上绿色建筑 然后在都控制性都达标的基础上 我对你进行星级等级的认定 等级的计算 绿色建筑等级划分 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个叫基本级 然后一级二级三级 四个等级 这个要记住 绿色建筑的等级划分 四个等级 四个等级不是一二三四 这四个等级 首先是基本级 就是你所有控制性的要求 都满足 就给你认定 基本级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给你根据绿色建筑 评价得分 给你认定 一线二线三线 是这么一个 星级等级的认定 等满足全部控制性要求时 绿色建筑等级是基本级 也就是说你一二三级 你首先得在基本级的基础上 进行划分 接下来再看 第二绿色建筑星级 按以下规定 一级二级三级 必须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指标 所有控制性 所有控制性的要求 你星级绿色建筑 都必须满足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里边 全部控制性的要求 也就是我们五个指标 健康资源 生安坑 五个封面 所有控制性要求 都要满足 而且每类指标 评分性得分 不应该小于 该评分性 满分的百分三十 这个什么意思 你比如 我们安全耐久 那你就最少不能少一三十分 它满分一百 我们的健康舒适 你也不能少一三十分 生活便利也不能少一三十分 资源节约 那你就是六十分 因为它满分是二百嘛 环境宜居 你不能少一三十分 就是每类指标 分分性的得分 不应该小于 其满分的百分三十 因为它满分 有的是一百 有的是二百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里边 第二 一星二星三星 三个等级的绿色建筑 都要进行全中修 就是星级的绿色建筑 都要进行全中修 就是全中修 就是你建筑跟中修 你交锋的时候 都已经中修好了 我们就添一些电器就可以了 星级的 其实就是星级的 就必须要进行全中修 我们基本级没有这个要求 对吧 基本级没有这个要求 星级绿色建筑 都要进行全中修 全中修的质量 选用材料及产品 补合国家有关 标准的规定 第三 等总分分别达到 好 这个六十七十八十五 且满足表六更三要求时 绿色建筑等级是 那你就是 你超过六十分 满足六十分 对应的是一星 超过七十分 对应的是二星 超过八十五 就是三星 这是它的对应 六十七十八十五 这个要记住 记住这个 然后至于表六更三 这个内容就太多了 我想我们认识一下表六更三 有所了解就完了 这个表六更三 我就不让大家背了 但是这个你要知道 你一星 一星的话 那你就满足六十分 是吧 二星满足七十分 三星 你得满足八十五分 一星二星 三星绿色建筑技术要求 其中 二星技术 是在一星技术提议的 基础上增加的技术 也就是说你 他有一个一星级 绿色建筑对应的技术要求 然后二星呢 你一星的技术要求 你都得满足 你在这个基础上 增加的技术 就是比一星肯定要求更高的 就是这意思 然后三星技术 是在二星技术提议的技术上增加的 那就是说 我三星技术要求 肯定比二星的技术要求 我都要满足 在这个基础上 我还要满足的 就是三星 是在二星的技术提议上增加的 一二三星绿色建筑技术要求 建这个表 这个表内容就比较多 我把这个一星二星三星 这个表内容给大家也列出来了 这个我想大家要熟一熟 我就不让你背了 但是前面这些你该背的 你要背 该记下来的要记下来 那么我们这个就熟悉一下就行了 一星绿色建筑 它的技术要求 幸福环平报告 要通过批复 用水分户计量 人均居住用地指标 要控制 先将混凝土采用 玉瓣混凝土 建筑无节路线性 植物配置选择 选择星土植物 建筑构架 隔生性能 要有隔生性能 桥灌草腹式绿化 物业管理制度健全 维护结构 节能符合地方要求 设备管道设置 便于维修 我们集中空调系统 设温度调节 中置 绿地率不低于30% 集中空调系统 设热量计量中置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不小于一平方米 人均公共的绿地面积 公共服务配套齐全 用电分户计量 交通组织便利 风机水泵满足 公共节能要求 节水区具具具有节水效率 能级达到三级 几白水系统设计完善 雨水回用系统 避免挤排水板网漏损 室内背景造成控制 维护结构热功性能提高5% 供暖空调负荷静地5%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 比例达到 静地比例达到10% 这是一星 二星的透水地面 照明功率密度达到目标值 还有就是排风热回收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等等吧 这些我们也要熟悉一下 二星级 它要首先要满足一星级的这些技术要求 然后在一星级的技术上再增加的 是吧 那这儿就有 土建根中油一体化设计 室内自然通风优化设计 建筑智能化设计 节水器具 节水效率达到二级 维护结构热功性能提高10% 供暖空调负荷静地10% 这个地方它都是5% 这个达到10%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 静地比例达到20% 住宅隔生性能达到 第一线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的平均值 三星级 室外风环境满足舒适度要求 可再生利用材料应用 室内自然采工优化设计 建筑能耗低于地方标准的80% 可调节外遮阴系统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等吧 这是三星级的要求 这些我们要有所了解 再看第二 绿色建筑评价10点和基本要求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评价10点 就是绿色建筑你评价是在设计的时候 还是在施工的时候 还是在竣工的时候 我们绿色建筑评价应该在竣工后 因为你设计完了之后 它可能有很多变更 又给变回去了 对吧 所以绿色建筑评价10点应该是在竣工后 进行正式的评价 然后在建筑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 它叫预评价 不是最终的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 你可以进行预评价 绿色建筑评价 应该在竣工后进行 这一段话要记住 第二评价的基本要求 申请评价方应参评建筑 进行全生命周期技术和经济分析 不是说就你建造过程中 其实就包括你的建造 还有经来的使用和维护 甚至到拆除报废 这是评价的基本要求 参评建筑要进行全寿命周期 技术和经济分析 选用适宜技术 设备材料 对规划设计 施工运行阶段 进行全过程控制 并应该评价时 提交相应的分析 测试报告和文件 等等吧 第二评价机构 应该对申请评价封提交的 分析测试报告和新冠文件 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 确定评价等级 就是对评价封的要求 第三申请绿色建筑金融服务的 这个建筑项目 应该对节能措施 节水措施 建筑能耗 还有碳盘缝 进行计算和说明 应该形成专用报告 因为你这些都得符合 金融部门的要求 然后你才能获得 绿色金融信用的 一些优惠的服务 这是对第三个方面 绿色金融服务的 项目的要求 我们教材里边有一个 绿色建筑评价的案例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某机构办公楼改扩建项目 这个用力面积是 7972.6平米 建筑面积是23710平米 结构形式 空架 它采用如下设计 维吾结构 维吾结构 那就是我们的外情 门冲 这些 外情 由于是改扩建项目 为了不破坏原有的外力面 采用30毫米 几速剧本板 进行内保温改造 这种材料紧速剧本板 是我们现在比较高等的一种保温材料 进行内保温 内保温就是我们墙 它如果保温材料在室外 它就是外保温 在室内 它就是内保温 对热桥部位加强处理 保温层向外延伸1毫米 平均传热系数是0.87 第二 屋面 本性屋的屋面分为领部分 一部分是原有建筑结构屋面 已经采用了25毫米厚的 几速本板做保温 改造时又经此部分屋面改为 佛家草和这个种植屋面 佛家草的种植屋面 加强了屋面保温 隔热作用 使整体屋面传热系数小于0.6 另一部分是新建中庭的玻璃采工 设计为即太阳能发电 还有采工铝合金活动的遮影 流水景观与一体的智能生态无面 夏季通过遮影 水冷却给无面静闻 冬季打开遮影 让营工摄入我们的中庭 第三个方面是外瓶及玻璃木瓶 原有玻璃木瓶采用智能 有智能控制铝合金 百叶活动外遮影 夏季百叶闭合时 遮影系数可达0.2 新建中庭部分采用双层呼吸式木瓶 夏季外层通风百叶打开 循环利用对流散热 冬季外层通风百叶关闭形成 这个封闭温室保温 过度季节时 里外层百叶全部打开 加强建筑物的自然通风 同时 双层内设活动支援百叶 目前整理传热系数 告诉我们了 百叶闭合时支援系数 也可以达到0.2 这是你的维护结构 第二个是设备和系统 高性能设备系统 AB楼有中央空调 生态中厅设置一套中央空调 两套中央空调主机都采用 土壤热源泵 就是低热能的 CDEF楼采用可变冷 多联机系统 电梯全部采用节能型产品 第三 照明 照明的话功率密度达到了照明设计标准 主要计算值如下 普通办公室会议室照明功率小于9瓦 总经理办公室照明功率小于15瓦 符合照明设计规范目标值的要求 其他 各大楼办公区域会议室餐饮区域采用风机盘 寡加新风系统 新风处理全热交换 新风跟室内排风进行热交换 大楼排风经全热交换机进行全热交换后排斥十万 等等吧 这些个这个技术体系都告我们了 再有就是地热泵系统 根据复合实际需要 采用地热泵系统 寄容量AB楼是700千瓦 中庭100千瓦 满足冷热复合的设计要求 又方便调节 AB楼系统设计154个孔 埋深80孔镜给了 间距给了 中庭27个孔 埋深给了 第五 建筑用水跟水资源的利用 几排水系统用适政鱼压供水 变频供水 管往防漏保护 采用节水龙头 节水墙作变 人工湿地污水系统 实现位测用水和石塘用水 中水回用 本项目人工湿地可用面积 260平米 人工实地至少可提供 每天26立丰的中水 中水量可以满足厕所 便气冲水 小区氯化 洗车等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条文 冲测用水占办公用水 60%以上 冲测清洗全部用中水 本项目中的非传统水源 利用率达到60%以上 再就是采用喷罐方式 全部采用透水和凝土地面 铺设深度性情的铺地材料 将不透水的地面砖 全部换成透水砖 通过透水砖的孔吸吸收雨水 通过在透水砖下面铺设碎石 沙粒沙子组成反绿层 让雨水渗入地下补给地下水源 就相当于一个过滤的作用 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案例背景来看 它说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绿色建筑各方面的指标 你要跟我们前面的那个 五个方面评价指标 它的控制性进行对比 都满个控制性 然后还有一些提高冲心性 当然我们看它的问题问什么 我们看问题 根据上述案例描述 分析以下问题 第一 该性物在绿色建筑技术上 问你冲心点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从提高冲心 大概十个方面吧 提高冲心这个十个方面 给它进行总结 这是冲心点 第二个是 该性物建筑节能改造的主要内容 那它是从建筑节能改造 你要把这些内容里边 涉及到节能改造方面的 还有所采取的改造措施 给它摘出来 其实就是这意思 其实就符合我们 我刚才说的 五个平价指标 你要会归类 这个是从节能改造 我们看教材的参考答案 这个我想大家还是要熟一熟悉 这些东西 因为这是我们教材里边 几乎为数不多的 很少的教材里边的案例 因为我们考试都是以案例的形式 或者是论述的形式来考 教材里边很少 几乎没有 很少的案例 这个我想大家还是要记一记 本项目绿色建筑的冲心点 冲心点之一 节能跟能源利用 一个就是高性能维护结构 内保温 保温无面 种植无面 太阳能功夫跟建筑一体化 智能活动外遮阳等 它这个就是把整个背景的 这个节能跟能源给它概括了 概括从成我们的维护结构 维护结构里边 包括你的内保温 就是前面内保温 还有屋面 保温屋面 种植屋面 太阳能功夫 还有建筑一体化 智能活动 外遮阳等节能设计 第二是高效设备和系统 高效设备系统里边包括 土壤热源泵的系统 节能电梯 还有节能照明系统 节能灯具 第四其他用能系统 清风全热能量回收系统 太阳能功夫发电 地热泵系统等等 从这几个方面 它都是绿色建筑 重新 技术重新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重新点是建筑用水 跟水资源利用技术 包括水系统的规划设计 节水器具 中水回用等非传统水源利用 第二个就是绿色节水灌溉 第三雨水回渗 是吧 还有基础的利用 这些啊 这是我们绿色建筑技术出行点 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出行点吧 它概括出来了 这个其实已经高度概括了 第二个是既有建筑机能改造 它的内容 既有建筑机能改造内容啊 它包括啊 一个是外墙 屋面 外门冲 无有结构的保温改造 第二是采暖系统 分护供热剂量 分时温度调控的改造 第三热源 锅炉房热力站和供热管网的机能改造 第四个涉及建筑物 它的修缮功能改善和采用 可再让能源的综合机能改造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二 那这两个问题啊 大家还是要熟一熟悉啊 它们的很多都能从案内背景给它归纳 你要能够从案内背景归纳提炼出来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能力啊 归纳和提炼出来 在这团队里面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